国内现在有超过400万名的莫德纳铁粉 但是都是等不到第一剂的疫苗 那指挥中心昨天是表示了 因为莫德纳疫苗现在数量还够 因此第二类也就是中央及政府的 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还有第三类的高接触风险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是可以在8月6号之前来施打第二剂疫苗 但是外界就质疑了 政府这个施打的顺序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恐怕会影响这个解封的成效 栏尾陈玉珍就要求了 应该要公布第二类的造册名单 到底是谁可以先打完两剂的疫苗 所以指挥中心他们昨天就宣布了 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对象 就包含了医护人员 机组人员还有孕妇等等 你施打过第一剂莫德纳疫苗 满28天的人 你可以在8月6号之前 预约接种第二剂 所以一共是有将近19万人符合资格 但是针对这样的政策 资深媒体员陈文倩 他有话要说了 他说这个代表政府未来 要把剩余的莫德纳都是保留给 已经打过第一剂的人 那你单选接种莫德纳的人 你现在施打到了机会相当的渺茫 就形同你的预约是一个幻想中的幸福 那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呢 你买疫苗的钱 政府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 因为目前政府采购疫苗 已经花了67亿元 但是到货率就只有一成 剩下将近的50亿 到底花到哪里去 那疫苗采购为什么不能够公开透明呢 行政长苏贞昌他回应是说 这是国际性的契约 都是有保密条款的规定 许多网友听了也相当不满 就怒呛蔡政府再继续骗啊 那名嘴也炮轰了 全世界都不是机密 但是到了台湾就变成机密 这个实在是太奇怪 每日捐赠584万剂 但我国自行采购的疫苗 到货率却出奇的低 政府疫苗采购预算 115亿到6月底支出了67亿 但实际进来的疫苗 却只花了10亿 钱付了超过一半 到货量却只有一成 近50亿不知花去哪里 疫苗采购为何不能公开透明 网友听了也全炸锅 怒呛蔡政府再继续骗啊 花纳税人的钱 为什么不能知道 就你可以黑箱 别人都公开 讽刺的说保密条款 成了绿营最后的遮羞布 蓝英更用一张图打脸 蔡政府机密预算的谎言 行政院主记总处回文 内容明确指出 疫苗采购不属于机密预算 全市中大动肝火 坚持价格就是不能说 反观台积电鸿海采购BNT 第一时间就发重训 买到的价格每季约30美金 难道这不是国际契约吗 究竟什么逻辑 越是企图掩饰 越让人质疑当中藏有猫腻 记者春生贸林佩洁 台北采访报道 而现在国内对于 要不要混打疫苗的态度 其实是摇摆不定 但是却传出了 北部有一位男性 竟然是利用国内 还有国外不同的时间地点 它是混打了AZ BNT 以及莫德纳三剂的疫苗 虽然目前它暂时没有传出 有什么重大的不良副作用 但是医界普遍认为 你混打三剂不仅是浪费了医疗资源 更是不知道未来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指挥官陈时中 他是直接批评 这个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指挥中心尚未开放混打疫苗 却有北部某医学中心 留出一份诊断证明 有一位年约70岁的男性混打三剂 他4月21日自费接种AZ之后 因为国内疫情爆发 实施疫苗管控 第二剂被取消 因此6月中飞到美国接种辉瑞 回国后轮道公费施打 又在7月2号接种莫德纳 成为我国首例三剂混打的个案 却也显示国内外施打疫苗 出现管制漏洞 疫苗证明 大概走向一个双边的认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以后我们会跟相关国家 来谈这种双边的认定 指挥中心承认目前 无法管控国外施打记录 也批评这位民众混打三剂 是损人不利己 至于是否有不良反应 医生表示影响不见得马上出现 虽然国外已经有多国 都在进行混打研究 像是英国 德国 西班牙 已经针对AZ加上BNT 各自实验有500人 而瑞典最新研究者针对AZ混打莫德纳 实验约80人 不过就算都有抗体变多的现象 是否等于防护力较高 国内医界尚未有定论 何况目前都没有连打三剂的实验和数据 目前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 它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它相对来讲就剥夺了另外一个民众 可以有施打疫苗的机会 不同的疫苗等于不同的药 混合食用风险都很高 医界也建议 这起案例正好提供指挥中心研究 未来如何针对国内外 施打疫苗的管理问题 记者余申请苏惟轩台北报道 国民党现在是想要协助四个县市 来采购疫苗 中央是以目前疫苗 已经足够为由是拒绝了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虽然多次的表态 自己买疫苗一定会比民间更困难 但是如今这个北市府内部 已经考虑要自购疫苗 柯文哲他是松口了 他考虑要举债买疫苗 原则上是要买mRNA的疫苗 并且他说 这个是要提市民 备妥第三剂疫苗 来对付Delta变种病毒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高雄市府 现在他们是要拼疫苗的覆盖率 喊话要毛起来打 但是这个让医护团体发出了怒吼 说根本就是把医护当成奴工 指控卫生局竟然在卫教的时候 他们是在一旁拿着马表计时 泰曼还要来进行检讨 而且夸张的是 他们要提早一个小时 就穿好防护衣来等待民众 但是最近天气很热 短短五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不过对子卫生局澄清 一切都是误会 傍晚五点多已经超过下班时间 但高雄五甲国小接种站 却还没收摊 医护人员干坐在位置上等 有的还累到直接趴在桌子 被迫加班好无奈 更无奈的是 居然医师卫教还要备用 马表计时 卫生局那边的指示说 他觉得他们施打的速度太慢了 然后卫教的速度太惨了 有人拿着马表开始在旁边计时 所以才会觉得不太舒服 医团脸书就po梗图 控诉高雄市拼疫苗覆盖率 都是医护当奴换来的 拿马表催医师不懂什么是尊重 卫生局人员对待医护 向对奴工 医师工会理事长脸书也po文 8点10打7点就要全副武装 隔离衣穿5分钟就汗流浃背 难道医护都是网品服务人员 打完还要鞠躬哈腰 卫生局甚至叫这些医疗人员 比方民众8点来 他们可能7点就要全副武装 穿着全套的隔离衣 站在那边等一个小时 基层有蛮多怨言 医护抗疫 未叫还要计时 提早一小时穿防护衣 是否驳斥说一切子虚乌有 各节点我们必须要一些 这个科学的一些量测的一些工具 计时是其中的一个 温生局解释 计时只是想当科学参考提升效率 但疫苗开打以来 基层医护的抱怨频传 是否被上层压榨 恐怕也并非空穴来风 记者蔡中逊高雄报道